我们回答一下同学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在体验版 模拟器就没办法 体验版我写了一支程式 请问我进到云端版 还要再重写一次吗 这样虽然可以 也不会花太久时间 但是总是比较麻烦 能不能直接就拿进来 这样就比较方便 所以呢 我看一下在这里 如果我打开 好 我进到体验版的Blocking 我就随便做一个 就从这边载入 假设我写这支程式 那我是不是产生一个专属的连结 链子我按下去了 是不是这个连结就是我的程式 好 我把它复制起来 我们跟刚刚一样 你先开一个新的专案 点到它之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左下角这里 有一颗齿轮 左下角 这样有看到 都没有挡到的 按下去 有看到汇入跟汇出了吧 所以云端版还有一个功能 我刚忘记讲了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程式汇出 那这个汇出不是说那个圆子 就是HTML 而是说你们刚刚不是有20个专案的限制吗 万一你的coda已经到了 可是你又需要写新的 但是重点是不想花钱 怎么办 你就先把这个专案档汇出来 等你写完了 再轻一些掉 再重新汇进来 是不是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做一个备份的意思 这样也是OK 这样了解 那我现在呢 这个也是属于汇入汇出功能 因为我现在有没有一个超连结 是不是从连结汇进去 好 我们就按一下 我就把黄纸贴上去 OK 它上面就告诉你 我现在汇进去的 会把你现在的内容覆盖掉 要不要 那我就把它覆盖 确定 有没有进来 它不是说我到这边 按一下右键复制 然后就拿过去 我也很想这样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目前它的就是 专案的这种转换 主要就是由体验版 汇到我们的云端平台 那云端平台呢 因为它有它特殊的积木 就没有办法再拿过去 这个是回答一下同学 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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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